今年国庆三不可谓不惨烈啊,几部大戏同时上映,姑妈理查和张一某老爷子,真是其风对手啊,却不料一匹黑马横空出世。 在观众都在感叹港片一次的时候,无双一帅先在肉败上拿下八一的高分,此处应该有掌声啊,无双一作为一部正式不正确的假超题材的剧,居然能获得观众的一句好评,除了优秀的剧本外,还归功于优秀的演员,方格就不用说了,全程小马哥附体,帅上了,而发哥的对手郭复诚也是优秀的不要不要的。 在电影里的那股子总经也总的没朋友了,玉发哥的强红对比,他的角色简直娇羞得像朵花,两个人对手戏,真是看得小八笔血,不,热血沸腾啊,因为郭复诚在剧中演得太出色,结局不断反转,要许多淫泥又情不自禁翻出许多郭复诚年轻时的照片,然后,小八真的被摔到了,笔血横流啊, 郭天王青色干净又自信的的样子,真的相当迷人啊,尤其是这张雪景侧脸纱,简直是中国版的伯人虫好吗? 不,更帅,在九妖神雕侠侣中饰演的反派,一头银发,蓝色瞳孔,却是让人觉得惊艳不已,这个反派有点帅啊,作为此大天王之一的美男子,郭天王年轻时真的是帅的没朋友,但除了完美颜值, 她还是一个演员,她是一个演技和颜值,都被低估的影帝,感受下她丰富的履历,年轻时,她在荧幕上风流涕躺,刺意飞扬,等她年纪大一点就开,是不断突破演技,无故形象的修炼演技,杀人犯中精神分裂,变态残忍,但她雪雪眉中的老警察,庸庸碌碌,年老平庸, 为她赢得了一座最佳男主角的金三将奖杯,小八觉得郭天王这样用演技,证明自己的样子更帅,当年的风靡亚洲的四大天王,真的是红透半边天,四个男人又有颜值又有实力,游德华的帅气迷人,郭复诚的风流气腾,黎明的静人无仇, 张学游的懵懂可爱,让当时所有的少女沦陷,她们的火爆程度,绝不是现在的流量小生可以想起并论的,那个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,曾经的男神都已经老了,张学游出了开开演唱会,帮助警察叔叔抓抓坏人,基本不接受采访,而黎明更是深知简出,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,华仔还不错,一直是努力做劳默, 近年来好作品曾出不穷,郭复诚也一直在现,除了在电影历会形象,现实生活中的她依旧是保持男神魅力,大概是因为坚持锻炼吧,她的身材永远保持最佳状态,加上成活生子后,生活别提多自论了,出现在新闻里,永远都是笑意满满,小巴真心希望郭天王的演艺道路能够越来越佳呢。